富里国小是庆祝创校120周年 除了先前的校庆采接活动 在二号更盛大举办了校庆春校的联运会 许多优秀的校友 以及曾任教的退休老师都到场来同庆 开幕活动中各年级创意进场 也成为了瞩目的焦点 庆祝富里国小创立120周年生日 不论是社区婆婆妈妈们的进歌热舞表演 还是幼儿小朋友充满活力的啦啦队 大人小孩以歌以舞共同来为创校120周年的 富里国小同庆同乐 富里国小各年级的创意进场 从服装道具到口号创意十足 场内场外气氛热烈 父里国小庆祝创立120周年 除了先前盛大的采接宣传 邀请校友一起回娘家庆祝 今天校庆运动会更是扩大办理 许多优秀校友以及资深的老师之外 地方机关首长 先议员代表村长也都到场请贺 我想这一次呢 因为跟营建署有争取到一笔经费 所以呢 前几天有跟科校长讨论的结果呢 我们要把这个楼梯呢 稍微跟他改变一下 还有这个人形 为了儿童的安全 这个人形步道也要稍微整修 早期学校全盛时期将近1000位的学生 如今在少子化主客观因素影响下 目前学生人数不到百人 不过校方在各领域的教育 不因此减少 反而朝向更多元化的学习发展 用心努力地培养出优秀的学生 我们来举办这样子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其实就有一点缅怀前嫌 然后呢 我们寄望在未来能够大步向前 开拓出不同的一个历史 副理国小创校120周年校庆 地方各界蒲天同庆 校长柯卫栋 感谢各界给予学校教育的支持与配合 也期盼大家共同努力 再创副理国小下一个120年 记者是玉兰副理采访报道